第一步准备酿酒农剂 先选好扣水的土陶罐或者陶瓷罐 大小根据你要做的葡萄酒的多少而定 一般市场上卖葡萄是一筐一筐批发的 一筐二十斤左右 罐子一般选择能装二十斤以上的比较好用 再将农剂洗干净 晾干水一定要晾干水 万一没晾干可以用吹风机吹干 第二步选购葡萄 到批发市场上选购葡萄 应注意的原则有四点 一看颜色紫色或深紫色就好 这样酿出来的葡萄酒颜色会很漂亮 二看新鲜程度 新鲜葡萄烂的比较少 烂葡萄不适合做酒 做出来的酒会很酸 千万注意了 卖葡萄的老板会忽悠你 他会告诉你说 有点烂的葡萄更适合做酒 如果你买的烂葡萄比较多 那这些烂葡萄不适合做酒 这样你的成本就高了 三看白霜 葡萄表面上的白色粉末看上去像霜 这种粉是天然的酵母 白霜越多 酿酒效果越好 第三步 洗葡萄 一 用剪刀把一串串的葡萄 从地上一个一个剪下 一定要带地 千万不要用手摘 因为手摘的葡萄会留下伤口 亦感染细菌导致葡萄腐烂变质 这样的葡萄酿酒的结果是酒会很酸 二 剪好的葡萄清洗一遍 其实葡萄表面并不脏 主要是灰尘和蜘蛛网 注意不要把葡萄表面的白霜清洗掉 洗好后捞起 换清水 将葡萄浸泡一至两小时 这是清除葡萄表面残留的农药 也是防葡萄被打过农药的对策 三 将浸泡好的葡萄捞起 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表面水分 通常两小时左右翻转一次 会干得更快 一定要晾干表面的深水 否则酿出来的酒可能会变酸 第四步捏葡萄 把酿干水分的葡萄一个个栽地 对着酒坛中捏碎 捏一层葡萄 放一层糖 糖是用来发酵成酒精的 糖要适量的放 多了不能完全发酵掉 酿醋的酒会偏甜 少了酿醋的酒 酒精浓度达不到12度 如果加些橡木蟹发酵 可以增加葡萄酒的厚重感 注意捏葡萄不要把毯子捏满 大约要留五分之一左右的空间 因为发酵过程中 会把葡萄皮肉籽分离 籽在下肉在中皮在上 上面的皮像膨胀似的往上顶 毯子捏的满会一出酒来 第五步 酒精发酵 把捏好葡萄的毯子 用保鲜膜封口 再用牙签搓一些小洞 然后毯子盖上内外盖 最后扣水放置阴凉初发酵 温度在25度左右发酵为佳 经过7至10天发酵 出现以下现象表明酒精发酵结束 一 气泡停止产生 二 液面瓶颈 三 发酵液体逐渐清澈 出现分层和酒泥 用比重剂测量毒素第一 即可确定肝红发酵结束 第六步 过滤皮渣 酒精发酵结束 就可以用50摩利带过滤皮渣 先将上层皮过滤 滤出的酒液质量较粗糙 再将中层的液体过滤 滤出的酒液质量较好 略占六成左右 最后将底层的酒泥过滤 滤出的酒液质量也较粗糙 最好将中层的粒液和上下层的粒液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容器里 此时葡萄酒果香清新浓郁 略带生轻味 第七步 澄清 将装有过滤好的葡萄酒溶剂密封进行澄清 也称第二次发酵 葡萄酒逐渐变清 经过十天左右的澄清 会看到底层有一定厚度的酒泥 而上层是清澈的葡萄酒 第八步 装瓶 将沉浸好的葡萄酒用红吸管装瓶 再包装就大功告成了 这时的葡萄酒就可以饮用了 若在18度左右温度下盛酿 一至三个月饮用 葡萄酒就更加清新 香气更足